作词 李宗盛 从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几笔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决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变的远距 松总 您打算怎么处理夏宇星跟杨丽这两个人 要不要我帮你去摆平 你敢 你是准备摆平杨丽啊 还是摆平夏宇星 不是 是您之前太仁慈了 我是觉得说 您尽心尽力再陪他这么久 结果现在却落了一个 恩将仇报的下场 我看不下去 为了这笔基金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将人骗我 要挟我 那钱是我儿子的 是我儿子用命换来的 就是啊 那 您之前 也有点太着急了 还没弄清楚 就把杨丽的身份 在酒店例会上说了 当然 这个事也赖我 是我没查清楚 我现在怀疑你 是不是你跟他们穿透了 那怎么可能呢 是你买通了鉴定中心 给我做了一个 假的鉴定报告对吧 不是啊 松总 那当初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是哪儿来的 鉴定中心结果一出来 我直接就给您了 我怎么可能去骗您呢 既然杨丽不是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鉴定报告 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是 是 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是存在的呀 是存在的呀 宋总 您先别着急 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给您一个交代 您好 警察 您好 警察 接到报案说你们酒店员工 您好 警察 涉嫌欺诈欺诈 请问谁是夏雨昕和杨丽 就是他们 在那边 来了 您好 我是酒店的负责人 我想问一下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您好 接到居民报案 您的员工夏雨昕 和杨丽色嫌诈骗 我们需要带他们回去 接入调查 请配合 好 我知道了 马总 还是什么都不肯说是吗 夏哥 你倒是说 欺诈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做事 杨丽可是要坐牢的 你就忍心看着他坐牢吗 孙剑 别在这儿添乱 好 我添乱 以后你的事我都不管了 走吧 坐 你 马总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你就帮帮杨丽可以吗 我相信你一定会帮她的 妈 你知道的 彤彤告诉我 你夹着你 谢谢 你来了 还生气呢 这不出来了吗 是吧 你们还说呢 要不是马总保释你们 你们能这么快出来吗 夏哥 这次小马总可能真的生气了 他说要单独找你谈一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跟你说过的 我说我最害怕 被我亲近的人欺骗 你也答应过我 说你永远不会骗我 夏雨昕 我今天最后一次问你 如果你还不跟我说实话的话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其实 其实杨毅不是宋天明的儿子 我才是 可爱 我真的不想骗你 我自己 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我一直 一直企图 不相信 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可是现实 却一步一步地击垮了我 可爱 你知道吗 我宁愿做一个没电没骂的孩子 我愿意跟我的养父一直过一辈子 我特别害怕 我特别害怕 我害怕 我会因为这件事情伤害到你 但是你要明白 可爱 我对你的爱 从来没有变过 我还是跟叶剑一样 我 别再自欺欺人了 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父亲那么好 他把我跟我爸爸都看错是仇人 就是仇人 上一星 你会为了我 跟大花钦见鲜目 你会吗 你会吗 尽管学校 连郁就走放 学闹 狠狠心总能戒得掉 把自己保护好 太害怕再受伤 回忆拥挤不堪 记不下全新的美好 他流的痛 让你被锁上 摇晃着的心跳 经不起第二次玩笑 计划 习惯了一个忍住 生日子几点蜡烛 怕孤独但更怕相处 行了行了 你以为白开水呢 红酒 你说那个 夏 那位夏雨昕 怎么会是宋天明的儿子 你 那是 的 你 行 不 你 你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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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怎么了 喝酒了吧 我身上味有那么大吗 我可是洗了澡才过来的 哎呀 是不是为夏雨昕的事烦心哪 你知道了夏雨昕就是宋嘉义 心里怎么想的 我还能怎么想呢 好了爸 您这才刚醒呢 医生多说了要好好休息 不要你瞎操那东西 哎呀 你呀 和你妈妈一个样 太要强 但感情的事啊 可不能太要强了 我不想你重复 像我的那种遗憾 你妈妈呢 也希望 你能做自己 和自己相爱的人呢 相伴一生 我和宋天明之间的纠葛呀 是我们之间的事 我们自己解决 跟你和夏雨昕没有关系啊 可是 我对她说得很激情的话 而且现在 酒店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可能了吧 夏雨昕啊 是你心心念念的那个救命恩人 是昔日呢 保护你的小哥哥 你和他相遇甚至相爱 是你们的宿命 你要把握着 处于自己的缘分和爱情 爸 我明白了 但是 还是等我们两个 我互相平静了以后再说吧 好了 不是刚说完不让你操心吗 还道得那么多 说了会处理的 你相信我行不行 叶儿长大了 不相信你自己的判断 放心吧 我的事情呢 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住好身体 不要让我担心那么多 好 我听你的 放心吧 我会好好处理的 你好好休息 先回去了啊 好 我明天早早就过来 好 在这儿来啊 你好好休息啊 好休息啊 可爱 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过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你会为了我跟他画青剑线吗 你会吗 哪位 我是马东山 你好 是可爱有什么事情吗 他没事 你别紧张 小伙子 我们见一面好吗 好 马总 您找我 是 杨丽他承认 你就是宋天明的亲生儿子 你们两个把天明耍得团团转 他现在正在弃道上 总觉得你们想从他身上毛起个利益 您还真是了解他 是 待了那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他 马总 但您找我是 我希望你能做一个身份的检验呢 证明你就是宋嘉义 我好把那笔基金软到你的名下 马叔叔 据我所知那是一笔很大的基金 是 可是您为什么把这么大一笔基金给我呢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这么做 是因为对你父亲有愧疚感 要真是这样了 说实话 我并不想要 有骨气 我呀 没有陷害你的父亲 也没有毛什么私利 我承认 我们之间呢是有些矛盾 但是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选择 我只是不应该 我只是不应该 因为失望而放弃他 这些人让你受苦了 要不然你会过上 非常舒服的日子 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些 我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我 所以我的女儿对你才会 念念不忘啊 虽然我当时睁不开眼 其实你们说什么做什么 我听得非常清楚 我女儿想什么心里装着谁 我也非常清楚 可是 她还是不愿意接受我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女儿的苦衷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女儿的苦衷 我们做家长的 让你们晚辈为难了 但是我的女儿 值得你去呵护 马叔叔 说真的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 去珍惜和呵护的 那好 那好 就接受这笔捐赠吧 我们老辈的事情啊 让我们老辈去解决 你们年轻人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没有 我们老辈子 就现在 在家长的苦衷 我们打开 什么都是我们的艺术 我们的艺术 我来的艺术 你来的艺术 看在那一片地画面 你有胜算了 胜算应该说不上 但是这件事 左规还是还挺马走的 不过严厉 说真的 这事我挺对不起你的 下课你跟我这儿说什么 而且我会当真的我跟你说 孙茜说得没错 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事情 拉你去当当前排 别见 又说 咱俩谁跟谁啊 有爹一起坑 对了 我跟你说啊 孙茜这丫头 说话不经过大 你别介意啊 哥 回头啊 好好调调调调他 那你准备怎么调调 我告诉你 我想准备回去啊 来 是啊 你准备怎么调调我 走 走 走 你真打自己当太子爷了 形象 要什么形象 成天就知道装大了 他疼了 全是客人 好了 好了 杨丽最近挺惨 就是放过他 因为下个我才放过你的 谁 下哥 那天的事情 是我太冲动了 对不起 你可别这么说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谢谢你们两个人 体谅我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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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找到儿子了 是吗 好 zij 那一世 在一年 这么多的 无 过来 来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媒体也会报道 马东山 就算这夏雨晴是我儿子 那也是应该由我这亲爹来宣布 你算干什么的 杨丽告诉过你 可你就是不信的你赖谁呀 你别跟我提他 这小子让我丢进来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好好好 我就是啊 来告诉你一声 基金的继承人呢 我已经找到了 你的儿子 也爱认不认 用来这一套 哪一套啊 惯用的伎俩啊 刁卖人心啊 满世界做好人啊 你 你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证明我不是什么好人呗 别人不了解你 我还不熟悉你嘛 改个你那臭脾气吧 你的儿子啊 人家情有骨气 这笔基金我劝了半天 是你才有 你还不认人家啊 我倒担心人家认不认你呢 因为他是我儿子 怎么了 就你那个基金 真稀罕 你找我啊 这枚戒指 当年你妈妈特别喜欢 他们是一对 正好可爱的妈妈也喜欢 一手和马洞山 就各买了一个 分别送给各自的妻子 而他们又分别 把这截着送给了你们 这就叫上天的安排吧 我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 你是想劝我放手 我曾经发过誓 只要我儿子能回来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可是马洞山已经先我一步 在你之前做见了好人 你有喜欢他女儿 他说的话你肯定相信 可是你就不想知道 我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不想知道这些 听我爸话说完 好吗 我也不想知道你之前 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我只希望 你能因此而受受 看来 是我多虑了 你小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非常幸福 你妈妈相悔漂亮 你乖得不得了我 那天晚上 都喊着让我给你讲故事 你才能睡觉 就是因为马洞山 才让你前任进那个绑架案 要不然 你妈妈肯定还活着 作为丈夫 我没有妻子 作为父亲 我没老人送 你可以想象我那二十年 是怎么挺过来的 让我活着的唯一动力 就是我知道 这个世上 有我的亲骨肉 他肯定活着 所以不能死 我一直在找 我苦苦地找 从来没有停止过 不管再远的地方 哪怕再不确定的消息 我也会不惜太压地跑过去 可最后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最后换来的是 现在这份狼狈的小人 甚至 你根本不想认我那个父亲 我知道啊 我作为父亲很失败 可是我不 不管我做什么 我都是为了你啊 就算我想起办法 就把这二夺回来 因为这二本身就是你的 那是马东山欠你的 不管他现在给你多少基金 那也命不了我 我这二十年心中没痛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为了我 那么现在我已经完完整整地在你面前 你现在能不能为了我 为了我而收手 别再触碰法律的底线 也别再触碰我们的底线 如果你不收手 即便你是我所谓的亲生父亲 我也绝不会心思手软 于什么意思 这世上的事 你若想认不止 除非其莫为 你如果不收手 我将永远会成为你的敌人 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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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不受 受 受 谢谢 天明 天明 你不要让我着急好吗 这些年 我前心望苦 就为了找到他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 我就成了他最恨的人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你的亲生儿子 毕竟从小就离开你的身边 他这一时半会儿想不开 你也可以理解吧 我理解 我当然理解 可他什么时候能理解啊 这些年我一个人啊 我心里有多疼 你知道 可是我心里对马东山有多恨 你不知道 现在啊 他就跟我说 如果我不放手 那我们俩从此就是第一 老子和儿子之间 是敌人 我受想过无数种 找到儿子之后重逢了情景 可是没有这种 那我们怎么就成敌人了 怎么就是就是敌人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说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 如果失去了你的亲生骨肉 这一切还有意义吗 所以 所以我答应他了 我 我放手 要放手 要放手 我不想和我的亲生儿子 从此摸摸成为丑人 你也不想和他 你也要放手 不想和你 那我把他当下了 你也不想和他的 他当下了 你也不想和你 你也不想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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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和我 不仅仅是他 我也一样 你去跟赵总商量的爸爸 好的 所以这些都是宋总的意思 赵总 您跟随宋总这么多年 你也是最了解他的 咱们能为他分担的 就分担些吧 PTV那边我去处理 至于股份收购的事情 一直是由赵总亲自在经手 就麻烦赵总尽快吩咐下去 喂 唐总 你确定宋总现在就要收手吗 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不就白费了吗 宋总最后的决定 现在也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现在要暂缓这些事务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宋天明 现在就要为了那个臭小子收手吗 当初你给我许的那些未来呢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认了 如果他一旦收手 你不但唠不了一点好处 别的事情可能也会败了 必须找得问清楚 宋总 什么事这么晃晃晃晃 您让腾心停止PTV还有收购股票的事情是真的吗 很多事情我需要时间想清楚 我们谋划了这么多年 准备了这么久 就这样浪费了 就这样放弃了吗 你不想放弃 我当然不想 您被逼我 我可以理解为 你是在威胁我吗 如果收手 您考虑过后果吗 你这么威胁我 你考虑过后果吗 别紧张 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不是随口说说 宋总 您要是再逼我的话 就别怪我无情了 我是不会将这一切拱手让人的 你想怎样 清风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格级要再大一点 眼光要再放远一点 可这么多年 你没找见 枉费了我的栽培 栽培 我在您这儿 不过就是一条狗 看你现在这样 说你是一条走狗 你贴情 为了迎头效率 就狗计跳墙了 成不了得气 你现在快看 什么 很好 它是 您的 我必须捞一笔马上走 不然不但可能会被拉去订包 还有可能输去一切 张总 怎么样 你猜的没错 股票果然被大量进一攻凶 不过不是宋总 是赵总作难 我推测宋总也不知情 不好 赵青涵要报 来 来 这边 爸 这边 叔叔 坐坐坐 您坐 您坐 坐 你们的事呢 我都听说了 谢谢你这么多年 对我女儿的照顾 叔叔 您太客气了 我这都是应该的 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不过这个 有些个事情啊 它得随缘 你说呢 是 爸 吃饭了 来 吃饭 行行行 来 吃饭 这没一个我爱吃的菜啊 谁说的 这是我特意给您点的 这个鱼明明就是您最爱吃的 给你自己点的吧 不是 不行 您得吃一碗 来来来来 叔叔 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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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个酒 来 叔叔 祝你身体健康 这一件 motherfucker 你在这儿干什么 想跑 不跑什么 我去谈生意 谈生意 谈生意 谈生意需要将股票 大量抛售吗 别的事情先不说 就拿这件事情来讲 您不能这么快去走完 你查我 赵总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我要真想查你 你的事情三间三夜 也说不完吧 夏宇秀 我平时跟你室友不好 但是没有真的害过你吧 你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啊 赶尽杀绝 这才用在你身上 已经算是高端的了吧 怎么样 要不要去跟我亲家拔送了 你要考虑后果 宋天明可是你爹 如果你把我带走 我有可能会供出他们 我告诉你 今天无论如何 你都走不了 好 我赶紧走 你还是不能去 你还不过去 我记得给我 你还是有点 我记得 我记得 你还没什么 你还没什么 你一定会 你就不想去 你也会 我记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兵 那个 你先陪我爸好好吃顿饭 我先出去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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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咱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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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空 突然落下 这脆弱的雪花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狼狈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分岔 口误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还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提前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任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在谁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 对着空气诉说 就会说